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,台湾世代智库今天,27日,公布新北市长选情民意调查结果,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真昌支持度为40.6%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支持度为42.6%,两人仅相差两个百分点,选情呈现五五波。 侯友宜今天对此表示,民调只是参考,自己会好好努力,加油! 侯友宜今天举行走独板桥活动,参拜词会公并参访大观书社,媒体询问对于民调支持度小福领先2%的看法。 侯友宜说,民调就参考吧!自己会好好努力,加油! 民调结果显示,有41.2%民众认为,若苏真昌当选市长,对新北市的建设比较有帮助。 侯友宜对此没有正面回应,尽重申自己要好好努力,为新北市民提出更好的政策,让市民有感。 另外,前总统马英九今天成立基金会,侯友宜被问道,为何没出席活动? 侯友宜说,基金会没有邀请他,他不清楚相关讯息至于明天是否跟马英九同台,以及是否担心三中暗影响选情。 侯友宜回答,他不晓得会不会同台,因为自己有自己的行程规划。 侯友宜回答,他不晓得会不会同台,因为自己有自己的行程规划。